赛亚族巴斯达艾祭典今年是正逢十年大祭将在11月来登场 苗内县政府是率先在泰亚文物馆推出特展 呈现赛亚族祭典使用的相关文物及用品说明 让民众了解文化意涵 也盼换回云香青年返回部落参加祭典 神圣秘境向天湖赛亚族巴斯达艾祭典特展 在泰亚文物馆盛大登场 开幕仪式仍先请部落祈老祭祖祈求好运 这一项跨馆文化展览活动也是为11月登场的祭典先行暖身 今年是我们赛亚族的巴斯达艾祭典在11月中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想说透过一个月前来在我们的泰亚文物馆 办理一个巴斯达艾的特展 让我们所有来这边的游客可以认识我们巴斯达艾的文化 赛亚族的文化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 透过这次的展览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然后在下个月中旬14、15、16号的时候 可以到我们向天湖来实际参议我们赛下族巴斯达艾的祭典 透过泰亚文物馆的观光人潮 扩大巴斯达艾祭典的能见度 管际交流也丰富地方博物馆展览特色 这次展览中深入说明祭典文化背景及相关规范知识 将巴斯达艾祭典上的用品像是屯林、尖旗等等都完整陈列 我们有租姓 租姓是巴斯达艾的主祭 那还有根 姓根的 还有姓风的 然后姓日的 等等 那在我们文化祭场的部分 都会看到各姓式的一个尖旗 他们就是会扛在尖上 然后就会舞动 尖旗 馆内提供导覽解说并可拍照互动 让民众用多感官方式 认识塞下族特色祭典 展览即日起到明年2月9号展出 也期盼借此换回原乡青年 返回部落参加祭典活动